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科技馆被划分为橙色蓝色绿色三个区域 我带大家先去看一看橙色区域吧 橙色区域呢是仅对0-5岁学龄界儿童开放的 在橙色区域内又划分出了一小块区域 专门是给0-2岁地铃宝宝玩耍的 我家弟弟一进来就一阵风玩 今天午觉也不用睡了 哇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蓝色绿色区域 那蓝色绿色区域呢是给5-105岁人群的 小朋友不可以在playzone吃零食哦 先来个大场景给大家看一看 好多好玩的 这个科技馆12点半到1点钟会闭馆半小时 我来之前还挺拿梦 为什么还要闭馆 来了之后才知道 因为好玩的实在太多了 如果中间不闭个馆啊亲个场 小朋友估计都会在这里面待一整天吧 跟大家说几个注意事项吧 首先呢如果遇见了小朋友会疯狂玩泡泡打十全胜的话 可以带一套备用的衣服即时更换 另外在万花童区域是不可以攀爬的哦 站在小板凳上观看才是正确的体验方式 维州一共有两个twisted science科技馆 一个在achuka 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在morabin 每天呢都是有两个时间段可以选 早晨是9点到12点半 下午的话是1点到4点半 每个时段可以玩三个半小时 科技馆呢还可以承办各种party啊 还有学校课内课外的实践活动 还有一些workshop等等等等 具体的话大家可以搜一下它的官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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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